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 出现了大量的文字资料 这些五花八门的文字资料 反映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历史与特征 由于这些文字资料的种类数量 浩如烟海 于是将其通称为杂志 杂志类藏品在收藏界虽不是声名赫赫 但其历史信息的丰富却是众所公认的 因此杂志作为一种古玩收藏的品类 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它的收藏价值已日益展现出来 这是一张中国清代光绪时候的喜报 它主要是报告当时通过相似的一个通知书吧 但是你看看这个清代的他这个通知书和现在通知书不是一样的 它周围有龙的图案 它的票幅非常的大 这个在当时通过了相似 是要在整个乡里面进行庆祝的 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个相似的这种喜报书 由于在当时发出来的并不是很多 再加上它的票幅非常大 它也是普通宣址铸造的 所以说保存到现在不是很多 数量呢相对比较稀少 喜欢的人呢比较多 这是一张民国时候的文状 民国时候的文状 它的收藏呢 主要是看这个获得文状这个人 他的级别高不高 还有就是发出的机构 他高不高 说穿了就是说这个人是不是名人 还有就是收藏文状呢 它有一个就是说它的版式 因为各个地方各个级别 发出来的它文状 它的版式都是不一样的 这张文状呢 它是比较普通的 因为它的级别很低 它仅仅是一个现一级的课长 但是这个文状呢 它的版式和一般的版式不一样 因为越是大的地方发出来的文状 它的版式就越是的普遍 越是小的地方发出来的文状 它的版式就越是的小 这是一张民国时期的毕业证书 毕业证书的收藏 它是遵循这个毕业证城市数量的稀少 比如说是世界名校的 这个学生后来在某方面 有非常强大的 非常大的成就 那么这张毕业证就非常的珍贵 还有毕业证上面一般都贴的有税票 这个税票如果非常的珍贵 那么毕业证这张毕业证的价值也相应的提高 毕业证也是在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地方 它的印刷格式和大小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收藏毕业证的内涵还是很丰富的 毕业证一般都负的有相片 这个相片就反映了当时国内在各个不同的地方的人的精神面貌 在清代的时候 大家结婚了和现在不一样 现在呢 发个结婚证嘛 就是谁和谁 什么时候结婚 国家允许发一个证书就结婚了 在清朝的时候结婚呢 要看一看八字符不符 这张单子呢 就是清朝的时候 结婚之前写的他本人的出称的生成八字 但是这张单子呢 他要通过当时清朝的时候的一种特定的纸张的对折方法 来把这个龙准和合配折来对齐 现在这种折法我们已经不知道了 这是一张清朝 清朝曝光时候的监照 这张监照呢 是清朝的时候实行的一种制度的产物 清朝的时候实行了一种捐官的制度 你捐了钱 获得一种和官员同等的一种地位 也就是说你在生活中享有和他相同的地位 这个捐照呢是捐了钱之后 官方发出来了一个原始的凭证 由于当时的时候 捐了钱之后 获得这种凭证 一般家里面都会引语为荣 所以说都会非常小心的保存 但是解放以后一般就销毁了 所以说现在留下来的也是非常的少 相信他会有非常强的政治潜力 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未来是建立在过去与现在的台阶之上的 因此了解历史是创造未来的前提之一 作为古玩收藏品的杂志 记载着大量的历史信息 它对于人们研究历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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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